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秋战国时期 有大国有小国 小国就得依附于大国来保障自己的生存 当时有一个郑国要依附于楚国 于是就为楚国联姻 当时郑国有一个姓段的官员 就把自己的女儿取配给了楚国的公子维 又叫王子维 这公子维马上带了他的得力助手 叫吴举 还有很多的兵丁往郑国去迎亲 很快就要到达郑国的国都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郑国的大土子产听到的消息 马上提高警觉 提高什么警觉 他认为 楚国这次带了这么多的兵来 他又趁着迎亲下聘礼的机会 把郑国国军给杀了呢 把他们郑国给侵占了呢 这危险性太高了 所以这紫产 也马上带了他的得力助手 叫紫宇 到城外 跟这些来迎亲下聘礼的人 商量这件事 紫宇出了城 见到了公子维和吴举就说啊 诸位带了这么多的兵来 迎亲下聘礼 我看咱们还是在城外去行如何 最好是不要进城了 这吴举一听就不高兴了 我们公子维这次隔向我们楚王导道 我们楚王还大排阅念 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 还在我们公子维参拜了祖庙 而且呢 我们来了 你们连城都不让见 在城外掩险 城外贝唐 城外下聘 这对我们是一种多大的怠慢啊 这紫宇一听就笑了 宝贝 您别生气 您别忘了 你们呢 是大国 我们呢 是小国 说老实话 我们小国向你们大国接亲 有一种想依赴您的感觉 而现在您来了 带着这么多的兵丁啊 又都还带着武器呢 你看看 我们有心把您请到城中 真的好 这吴举一听 子宇说这话 还有点道理 在左传里边 可没说楚国人是不是真正包藏祸心 但是我们现在的考证啊 也不排除这可能性 这吴举和公子为商量 公子为就说 好吧 我们就带少部分的人进城 下聘礼 淫亲 而且我们进城的时候啊 攻进了口袋 朝下 以正名里面没有武器 接着 公子为就带着少部分的人 进了城 淫了亲 下了聘礼 回了国 而包藏祸心这两成语呢 也由此流传下来 包藏祸心这个成语啊 就是说 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好 心里边藏着坏主意 好了 这一集的大话成语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